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胡扎男以为这是上级对自己的一次模拟测试 想怎样好好表现 说不定能升职加薪了 车上的一切与之前那次一样 不一样的只有胡扎男自己 通过之前和女少卫的对话 胡扎男知道自己要找炸弹和引爆炸弹的炸弹男 功夫不负有心人 胡扎男在火车厕所上面找到炸弹 但是又有一个问题放在面前 那就是 他喵的不会拆啊 专业不对口 只知道炸弹通过手机通讯引爆 没有办法拆 那就试试能不能阻止爆炸吧 措施就是不让车上的人用手机 不过话没说完 火车又一次的被摧毁 胡扎男回到容器 不过这次他希望知道自己这样做的原因是啥 女少卫告诉他 今早这个火车就被摧毁 而且这只是开始 恐怖分子还要摧毁更多的地方 只有把你通过我们的科技送回火车出事前的八分钟的教师的身上 靠你找到炸弹番 我们就可以防止后面更多的人员伤亡 知道这些之后 胡扎男又被送回火车上 这一次胡扎男不仅查查案还泡着妞 就是之前的那个中发妹 怎么说也算是生死之交 胡扎男发现一个行为可疑的男人提前下火车 他也跟着一起下车 没有办法直接证明他就是炸弹番 那还不如直接自己动手 按到地上摩擦之后 才发现这货也不是罪犯 震动时不小心掉入铁轨 被火车撞死后回到自己的容器中 这一次胡扎男发现自己这个任务有着非常严重的问题 他迫切着希望得知全部的真相 设计这个黑科技的博士告诉胡扎男 这个东西叫原代码 因为人死后记忆还会被保存前面的8分钟 车上那个教室可以和胡扎男通过原代码进行某种形式的相容 所以胡扎男一次又一次的被送回火车爆炸前8分钟 原代码只能让人回到以前的记忆中 事情已经发生 你做任何事都于事无补 只能是个旁观者 解释完所有的事之后 女生会告诉胡扎男 必要的时候可以在车上使用枪 他们都是已死之人 胡扎男又又回到车上 不过这一次有些犯傻 才刚刚拿到武器就被车井抓捕 然后默默的等待火车爆炸 回到容器的胡扎男有些焦躁 废话这就跟打游戏一样 一直卡着谁都会反照 毕竟游戏不中观 外面的人大概是不会放胡扎男出去的 不过回到火车上之前 胡扎男记下女伤位的尖章 和让重放妹帮忙查士兵身份的自己到底在什么地方 期间弄清楚女伤位的尖章代表的是某个军事基地 而自己原本的身份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胡扎男早就牺牲在战场上 这时八分钟的时间到 胡扎男回到自己的容器中 现实世界所有的谜团都被解开 胡扎男确实死在战争中 但是一部分大脑存活着 所以才会通过原代码进行这样的任务 而且博士答应他 只要这个任务完成 胡扎男就会被解放 得到真正的死亡 什么时候死都是一种死欧啊 胡扎男又又又一次回到车上 这一次学乖的他把引爆炸弹的手机从炸弹上拿下 用手机的回波功能找到真正的炸弹饭 还在炸弹饭的面包车上找到更牛逼的东西 这可以炸掉半条街吧 就这一瞬间走神的时候被炸弹饭拔枪干掉 而且火车还是发生爆炸 这就说明还有一个引爆器 还有一个炸弹饭 回到容器的胡扎男说出炸弹饭的名字和色牌号 这也算是完成任务 不过博士不打算就这么简单的让胡扎男去死 而女伤位觉得这有些违反人道主义精神 希望又一次的回到火车上 过完最后的八分钟 就拔掉自己大脑的营养供应 这一次胡扎男真正的解决掉炸弹的麻烦 还抓获炸弹饭 八分钟的最后 胡扎男用身上所有的钱请车上的笑心逗大家笑 让自己的生命结束在这 现实中女尚未停止胡扎男的供应 本事要死的胡扎男却并没有死 原因是因为每一次的原代码运行 真的是把这个人传去某个平行空间 前面博士的解释又误 电影的最后 胡扎男和中放妹过上没羞没少的幸福生活 很多电影中主角都是经过生死大关之后 才开始真正的过活 我们没有他们的运气 只希望大家拥有他们再回一次 之后那种对待生命认真的态度 好的 谢谢各位看官 我们下次再见